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怪盜部位 不過是四個月之前的影片重新上傳 這邊稍微說一下為什麼會選擇上傳四個月之前的影片 而不是重新做一個影片呢?是不是想要偷懶? 正常角色登場不久跟實裝四個月後到台版實裝前 通常我對一個角色的理解會發生蠻大的變化 可能是剛出的時候覺得很強 後來卻發現都在倉庫裡沒事做 又或是剛出的時候覺得很廢 之後被打臉 也有可能是在四個月中 在競技場遇到特別的用法 又或是環境改變了 都可能會讓我對角色的理解 還有評價有所改變 但今天要介紹的部位是特例 我重新看了一下四個月之前的影片 發現我沒有辦法講的比四個月之前好 也沒有什麼新的理解 所以就決定重新上傳四個月之前的影片了 好啦 之後就是四個月之前的影片部分了 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日服目前的卡池角色 怪盜部位 限定角色 中衛妨礙間輸出 一技能移動到最遠敵方的位置 技能施放完後會回到原位 賦予自身隱密狀態 持續12秒 效果是自己不會被敵方技能或普攻指定 不會有針對性的技能丟在他頭上 但如果對面用範圍技能或是全體技能 那部位還是會挨揍 然後一技能還會對最遠的敵人 大幅度降低物攻魔攻 持續12秒 自身大幅提升物攻 持續12秒 並對最遠的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二技能 以最遠的敵人為中心 對範圍80內的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並小幅度降低TP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移動到最遠的敵方位置 施放完技能後回到原位 以最遠的敵人為中心 對範圍300內的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受到傷害的目標會被暈眩4秒鐘 部位的技能施放順序是開場2技降低TP 然後1技隱密狀態並打人 後續循環我就打在畫面上啦 看完技能以後 首先要了解一下 部位出動的施放速度 看看他偷TP的速度快不快 我抓了幾個角色來做測試 測出來結果是部位2技施放速度 慢到不行 連胡桃都比他快 其他常見的競技場角色 美東奇迪俠 蕾姆 珠希等等角色都比他還快 所以想要靠這個開場2技來偷對面TP 讓對面放不出UB有點不太現實 人家UB都放完了 部位的2技都不知道生效了沒 接著是一場好友對戰 防守隊伍是有亂放的 只是想展現一個概念 目前沒有人會用這種防守隊伍啦 開場江戶聲樂束縛了一下對面的妹弓 讓對面沒辦法移動後立刻UB 而我方部位則是在第二動施放1技時 被綠色惡魔的擊退給中斷了 部位1技沒有施放成功 隱密狀態沒有出來 也沒回到原位就留在對面了 然後妹弓UB就打在部位臉上了 成功了保護了噴水蘿莉 不被妹弓所欺負 感謝部位的犧牲 我們懷念她 不過也要造成這種效果條件有點嚴苛 部位最晚必須是第三個進場的 如果部位第四個之後才進場 那她還沒跑到對面就會被綠色惡魔給中斷了 就沒辦法玩這個留在對面的打法了 接著我們來看一場實戰吧 對面的防守組合是立馬 泳裝佩可 酒鬼 超仔貓貓跟綠色惡魔的組合 這一隊我群組前十名還蠻多人放的 而我使用公主佩可 姊法 泳裝咲戀部位跟優妮的組合來進攻 這組優妮會幫部位加攻擊力 開場1分23秒姊法UB 泳裝佩可跟超仔貓貓倒下 然後1分21秒 有優妮增益的部位對綠色惡魔放出了UB 傷害5500 有夠慘 這邊要吐槽部位的UB傷害 即使有優妮加持也很難秒掉柔弱的五星超仔貓貓 大概有八成以上機率秒不掉 只有夠賽的話才秒掉 攻擊力只能說超級低 部位這個角色定位蠻奇怪的啦 會攻擊跟妨礙的實用競技場角色大致分兩種 第一種是傷害很痛 妨礙能力不怎麼樣 反正只要傷害夠痛把對方秒掉 對方下場就不能作怪了 這種屬於物理上的把對方移除 第二種是傷害很癢 但是妨礙能力很強 而且本身硬度偏硬 不容易被秒殺掉 像是魔法霞還有原版的部位的概念都是這樣 這種角色只要秒掉在場上持續導彈的話 對方就沒辦法好好輸出 就非常的煩人 而怪盜部位傷害又不痛 防衛能力也不夠強 本身又軟趴趴 只能說存在意義不明 另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TP上升太低 如果沒被打 泳裝咲戀加優妮的組合 是沒辦法讓部位一動後UB的 前天我有開直播測試這個角色啦 真的不知道怎麼用 我除了進攻有使用以外 我也有看了一下前百有放部位的防守隊 我都有打過一次了 都很好解 甚至不需要放滿五個角色就隨便解 還有一隊 三個角色就解掉了 所以結論就是 不知道怎麼用意義不明 有愛再抽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